《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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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国碰到的一些人 真的好奇怪 基本上的人都跟学佛有关系的 他因为学佛跟不学佛 太不一样了 就像你去西藏 西藏全民都 生上来就是佛教徒 大家坐在一起都不学得对佛在学佛 因为我们就是 所以还想这种事 我读师佛教徒都学佛 天生的 只有不学佛的才很明显 你在学佛你也在学 因为不学嘛 越不学又越像 真正学的 不像 你就像在座的 这些事情 都是学佛的 尿着飞校之后 你都感觉不到他像学佛 因为他就学了 他已经完全的融化了 你没有说特别的像个学佛 就是我就要把打坐 变成你的刷牙洗脸的习惯 你还说是你打坐吗 你出来不跟我说 我今天早上刷牙了 我今天早上洗脸了 这种事你还值得说吗 但你说我打坐了 你会说 那说明他不是习惯 你偶然打一下子 当信仰深入到你的生命里的时候 你不再说 没有学佛这回事 你看不出来没有痕迹 在家里 在家里 嗯 我就好看 好看 你们想 是吧 这老了吧 这一年跟一年老的吧 这一年跟一年老的吧 这个弟子 看到弟子的师父的时候 男嘉老师今年那个新出来的视频 感觉怎么老了这么多 是啊 跟弟子师父说 超老 你不知道啊 六道中生啊 超新的啊 弟子真的跟弟子师父说了 是 他们肯定说 老师都超新的 肯定是这样 他说你去现在 怎么会老了呢 都是超新超的嘛 你看头发也白了 人也老了 哎呀 有国有民的 还不止有国有民 都有六道中生啊 你跟他们说 我心不老 是啊 我也觉得 老得这么宽了 怎么 老师您年轻的时候 有点腫肿 现在腫肿 不只 经常腫 一喘不过气来 就憋得头不痛 腫腫的 你不担心你啊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这不是开玩笑 我也跟你说了 是我经常走 你要我然后还看见 你很害怕 就是你会走掉 嗯 我尽量多留两天 所以弟子说 赶紧回去 赶紧回去见一见 没准下次回来就没了 这里也都走了 老师走不走都一样 但是对我们都一样了 是的 是的 你就这么发心吧 我不会走的 没办完事不走 办完事才走 大家有一天是 你咋喊不走啊 不好意思 等你们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说哎呀 算了算了 快走吧 爽 爽 爽 刚开始看这么多的事情 你真的有吓到一点 哦 真的被吓了一下 哦 觉得老师状态 今天状态不好 还是一致 感觉身体的状态 是 真的不好 我也觉得不好 即便了 有时候好 有时候不好 但是我告诉你 不用担心 就是有时候好 有时候不好 真的是 可以 还行 离往生还有一点距离 这就是好像是孟参老和尚 还是哪个老和尚 说 就是他不是活了好久吗 一百零几岁嘛 就是说 老和尚长寿啊 我祝他 真长寿 我说 叶宝没完 走不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说 我叶宝没完 我走不了 我都受着 这个世界是个叶宝的世界 嗯 前段时间 基本上 今年 开始的时候 要认真每天打两个小时 嗯 但最近又当动作 嗯 然后这次 接持 接持啊 有自己的想法 就是想以后 把基础打好的修心中心 哦 也可以 因为这次叶上 碰到的修心中心的缘分 都是的 但修心中心 请说要灌点的哦 嗯 就够多少做灌点的 那个灌点的老师 你长到了吗 灌点老师 一直认识的好很多 嗯 就是有各种音乐会吧 嗯 学会也没啥神奇的 就是有时候音乐具足了 突然就会去学习一些东西 总是有些东西 总是未知的嘛 我觉得不管是好奇也罢 或者我们想了解这些东西也罢 你总会走进来 词cape 你能将来的地方 那一集 它是不消灭的 就会付出有些东西 那种东西 有些东西 对 还是不消灭的 调查 在哪里 尽管 现在 很明显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